現在是美國歷史上毒品最氾濫的時刻 光是去年就有10萬人因為吸毒過量而死亡 跟一年前的2019相比上漲了29% 很多人說是因為疫情大家不用上班不用上學 原本Joe Biden跟Kamala Harris認為說 如果政府發錢發EDD讓人在家 人就會使用他們多餘的時間來去創造更多的事情 會有時間畫畫,有時間寫歌,有時間做音樂 會有更多的時間來創造更多的藝術品 讓世界變得更美麗 我們來看一下當時的這個台灣之光 Andrew Yang 是怎麼說的 And here's the great thing, when you get that money you spend it It circulates through the economy over and over again We get back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in new revenue as a result We also save money on things like incarceration, homelessness services, Emergency room healthcare And we have a population that's healthier, mentally healthier, better educated, more productive So this is going to pay for itself in a way that will benefit us all This is the trickle up economy And it starts with universal basic income of $1000 a month for every American adult starting in 2021 And that is why I'm running for president 沒錯,得到的結果就是 很多人在家裡沒事幹就開始吸毒 而且大量的吸毒 聰明絕頂的拜登政府幾天前發布他們應對方式 這個拯救美國的計畫就是 發送免費的crack pipe 骨科鹼吸食管 或者叫做骨科鹼吸食器 給這些吸毒的人 OK? 這個公眾衛生策略或許看起來很蠢 但是聰明絕頂的拜登 政府的專家還有教授們非常的確定 這些聯邦政府發送的吸毒管 會減少傷害以及推進種族平等 我記得川普在執政的時候 我對川普最大的意見就是 他一天都把他的家人放到聯邦政府裡面 當時什麼Ivanka Trump在川普的耳邊在那邊蹭蹭蹭蹭蹭蹭 所以說我們現在才會有什麼paternity leave 男人的產假還有criminal justice reform 刑事司法改革 我當時就已經覺得很糟糕了 現在在我們總統耳邊蹭的 可不是又漂亮又聰明的Ivanka Trump了 是吸毒、嫖妓、到處散播自己的性愛視頻 非法購買而且持有槍支的Hunter Biden 我們能得到的呢就是免費的吸毒感 Free crack cocaine pipe 我是Ethan 歡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毒品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東西 我記得我國小的時候參加演講比賽 主題就是嚴防犯罪、拒絕毒品 那個時候那個演講稿還是我媽幫我寫的 內容是什麼我已經忘了 但是我從小就知道要離毒品很遠 就跟指甲油一樣 我自己從來不塗指甲油啦 但是如果要塗指甲油的話 就一定要注意千萬不要讓有毒的物質在身邊 指甲油就要使用無毒、無害、無動物測試 Ten Free的Niji Nails 人要活得健康可以從小處做起 Niji Nails的顏色眾多 帶亮片沒有帶亮片的 亮面的、霧面的 你想要有什麼顏色就可以有什麼顏色 100% made in USA 現在就去他們的官網 www.nijila.com 選購他們的商品 結帳的時候輸入折扣碼 AINews 10 就可以享受10% off的優惠 Niji Nails的指甲油很安全 連小孩都可以使用喔 我們的政府已經腦殘到 發放免費的吸毒管了 所以說我們更要注意 不要讓有毒的物質出現在我們的身邊 我上個星期沒有報導這個新聞 因為我以為是個玩笑 政府發放吸毒管給人民 結果竟然是真的 林哲徐都在笑美國 真的是... 這個政策有各式各樣的好處 要對外發送 這個計劃是 focussed上 制度折制度的防疫 包括最主要的用法 提供用的植子 和洗濯水 這些防疫什麼 對這些防疫 支持這些計劃 希望能救生生死 從一個疫情 我們知道是 殘酷的地區 在各國中的市場 什麼可言 要說到 核心 辯論 是 強迫的 各位聽的沒有錯 一共3000萬美金 30萬萬要來去做這件事 會有什麼樣的治療啊 然後會有什麼樣的新的場所啊 錢要放在這邊 錢要放在那個地方 其中就包括了 crack cocaine pipe crack pipe OK 這已經不叫做crack pipe了 現在這個東西叫做 safe smoking kit 安全吸食使用包 那這個邏輯是這個樣子的 剛剛應該聽到Jansaki說了 如果有人很想要吸毒的話 對他最好的方式就是給他們這些毒品 讓他們安全的吸食 他們只要吸毒了 而且毒品沒有那麼貴了 就不用去偷東西搶東西啦 就不會去做壞事啦 也因為政府的吸食器是最安全的 OK 經過FDA 美國食品衛生安全署的測驗 所以說 他們就不會使用到不安全的吸食器啦 我們在各大城市 就是毒品氾濫的地方 建設了很多這個樣子的吸毒所 這個樣子 如果他們吸毒過量 我們當下就有醫護人員在旁邊 拯救他們 拯救他們的生命 多棒 只要掏三千萬就可以囉 什麼都可以解決囉 救咪 這個邏輯就像 如果一個人性別錯亂 然後最好幫助他的方法 就是破壞他原有的生殖器 讓他變成另外一個性別 還有如果我們想要搶劫的話 我們就要給他們一個搶劫的空間 只要950塊以下就不算搶劫啦 這個樣子就沒有人想搶劫 這樣子就沒有人在搶劫啦 就讓他們發洩一下 宣洩一下嘛 對不對 簡單來說就是 任何社會出的問題 我們就成全他們 只要成全他們 不知道為什麼 就不會再有社會問題了 我們不能壓迫人 不能壓迫人的欲望 我們不能壓迫毒品的欲望 性欲 貪婪 只要是欲望 我們就應該要放縱才對 因為這個樣子才叫做自由 聽起來很蠢 但是這的確就是各國執政者 這十幾年來對於所有事情的看法 這造成很大的影響 最近有另一個影片在網路上串流 就是一位性別錯亂的男人 就是一個他認為自己是個女的 他有了一個新的研究 新的發現 他是個TikTok教授 OK? 抖音教授 OK? 說 我們不只應該要縱容他的性別錯亂 遇到事情就是應該要縱容啊 對不對? 吸毒的人就應該讓他們 吸毒啊 搶劫的人就應該讓他們開心的搶劫啊 我們不但要縱容這位性別錯亂的變態 說 對!你就是個女人 你好勇敢喔! 這個樣子已經不夠了 如果我們這些正常的男人 就算同意他 但是不親自去參與在跟變性人交往 如果你不願意跟變性人一起睡覺的話 你就是 Transphobic 空同 空變性人 空同 空變性人 他會是個男人 他的男人 她會想說 因為這一定是很嚴重 我希望我應該要能夠 我希望能夠 我能夠讓他 更多男人 然後 就是 真正的 超私人 就是 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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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真的,如果今天新聞報導出來 就是這類的影片都是習近平跟中國共產黨的這個間諜部有文宣侵略戰出來的這個影片的話 然後他們的目的是要摧毀整個西方國家、西方世界、摧毀美國整體國力的話 我一點都不會覺得奇怪 那個樣子就已經夠糟糕了 更糟糕的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還不是真的 中國共產黨跟習近平什麼都沒做 這是一群神經病左派自己搞出來的影片 因為這表示說 我們的文明已經從由內而外的腐爛了 剛剛那個男的 OK?男的說的就是 如果你可以看出來一個穿裙子的男人跟女人有什麼不同的話 那你就是在論斷他,你就是個論斷者 他在說的就是應該沒有人可以看得出來男人跟女人有哪裡不同 然後如果你想要跟一個女人結婚 而不是一個假裝自己是女人的男人結婚的話 這就表示你這個人心胸狹窄 你怎麼會這個樣子想呢? 只因為女人可以生孩子然後變成女人的男人不行? 只因為這個樣子嗎? 那你是不是就不會跟一個無法生育的女人結婚了呢? 你這個樣子就是在歧視女人 很明顯這個樣子的人是生病的 這個人不但對自己的性別錯亂 而且還對自然生態錯亂 而且還對生態規律錯亂 甚至或者是法則錯亂 這個樣子的人需要幫助 因為他需要幫助 一個健康的社會會試圖幫助這個樣子的人 而不是縱容他們精神錯亂跟幻想 一個健康的社會應該要幫助吸食骨科鹼的人 而且方法絕對不是給他免費的骨科鹼吸食器 健康的社會應該要去幫助那些偷竊搶劫的那些人 跟他們說 你們不可以這麼做 你們如果這麼做是要接受懲罰的 如果你偷竊搶劫的話 如果你吸毒的話 如果你破壞你天生的生殖器的話 你的人生會變得很糟糕 放縱他們去做這些事情 對他們來講沒有任何的幫助 幫助你的方法 而且幫助別人的方法 就是一個正確的規律跟法則 男人就是男人 女人就是女人 男人不可能變女人 女人也不可能變男人 就算一個男人長得在眉清目秀 對不對 他還是一個非常有男子氣概的大男人 沒有錯 我就是在說我 男人跟女人是互補的 是兩種不同的性別的人聚在一起 然後一起承諾下面組成的家庭 然後在承諾下面有小孩 我們也了解 不是每對夫妻都可以有小孩 不是每個人都是這麼幸運的 我們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缺陷 我們每個人都有缺點 但是我們彼此幫忙 彼此接納 這個就是所謂的規定 Rules 我們每個人每天都在遵守這些基本的規則 或者是規定 如果在基督教裡面的話 這個就叫做律法 這些律法或者是規定 是有意義的 不只是對社會來講 就算在個人層面上也是有非常大的意義的 但是現在你不能這麼做 如果你試圖要幫助剛剛 這個影片裡面那個男的的話 你跟他坐下來說 你不是個女的 這個沒有什麼公平不公平 一個男人不想跟你做愛 不代表他在批判你 你需要停止假想你是個女人 我們可以幫你找一些心理諮詢師 然後讓你知道 而且認識你到底自己是誰 如果你在加拿大的話 你會被警察逮捕 你會被抓起來 如果那個男的是你的小孩的話 你會被抓走 然後你的小孩會被帶去給別人養 在美國幾個左派的州也是這個樣子 現在在加拿大有一個法律 就是如果你跟一個男的說 其實你是個女的 你會很OK 說不定還會有人幫你鼓掌 那在節目繼續之前 這裡有個好消息要告訴大家 就是有一套律法改變了這個世界 如果那套律法可以傳到每個人的心裡 而且每一個人都遵循的話 就可以促成真正的烏托邦 好處就是這個律法只有十條 壞處就是在人類的歷史上 只有一個人徹底的實行了這個律法 那今天的好消息就是 今年的四月你可以跟加拿美帝旅遊公司 一起去這套律法的發源地 享受他們的文化美食 以及感受一下最純正的聖地旅遊 加拿美帝旅遊公司 是唯一的一家旅遊公司 只做聖地旅遊的 他們這次推出以色列約旦經典之旅 有基督徒以及以色列當地專業的導遊 按照聖經的真理來介紹每一個景點 不管是住的酒店還是吃的餐廳 都是萬中選一集品中的集品 確保了環境衛生清潔 而且有非常好的防疫措施 所以說如果你打過疫苗的話 千萬不要錯過這一次去聖地的機會 因為以色列政府對於疫苗政策的關係 所以像我這個樣子沒有打疫苗的人 暫時不能去 現在就是去耶路撒冷最好的時刻 人變少了 排隊的時間變少了 玩樂、享受、拍照 真正去沉浸在聖地的時間變多了 我記得我以前參加旅行團的時候 就是到了一個景點 就純粹下車 然後去尿個尿 尿完了之後 基本上我又要再上車了 所以說如果你打了疫苗了 而且未來不想跟我一起排隊 擠同一個廁所的話 現在就打電話給加南美帝旅遊公司的 Wendy或是Pamela 1877-737-9937 參加他們四月的 以色列、約旦經典之旅 螢幕上也有他們所有聯絡的方式 打電話的時候 記得說你是AI News的觀眾 就可以有特別的優惠喔 真的去一趟聖經律法的發源地 一個改變整個西方世界的法則 或者是規定 當你回家看聖經的時候 會更寫實 更有故事性 不是基督徒的人也歡迎參加 或許你不覺得說這個是個絕對的律法 但是這十條人生規定 如果可以完全服從的話 也可以創造一個完美的世界 規定不會消失 只會被取代 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 規定在這個社會上還是存在的 只是這些規定是往 精神病的虛假跟幻想方向前進的 這個就是現在左派的方向 甚至部分的右派也是這個樣子 我們很多右派的人會說 這個是他們的自由啊 如果這是個自由的國家的話 那他們想對自己的身體幹什麼就是他們的事情啊 我之前對同婚的看法也是這個樣子 那你們是同性戀啊 你們想要幹什麼就幹什麼啊 這個是自由的國家 我尊重你的自由 只要你不要反到我這邊來就好了 現在變成這些吸毒販就是要自由的去吸毒啊 這是他們的自由啊 不同的是 左派會說 你要骨科鹼嗎 那我給你免費的骨科鹼 然後給你免費的吸食器 安全的吸食器 部分的右派的人會說 你要吸什麼隨便你 但是不要讓我付錢來支付你的毒品 差別只是這個樣子而已 但是這兩個方向其實都是錯的 正確的回應應該是 不要吸毒 放下那個吸毒管 這個才是真正應該要有的規定才對 規定應該是 如果你是男的 你不能隨便把你的雞雞切掉 然後假裝你是個女的 或是 anyway 你是個吸毒販的話 就不要再吸毒了 不要接受毒品 這些規定並不是一個壓迫 一個人壓制自己壞的慾望 並不是在壓迫你 因為那些慾望是在奴役一個人的 那些正確的規定 符合事實的規定 是可以變成一個強大的力量 而且讓那個人更有自信 是會幫助一個人的 當有能力的好人 不能做事情的時候 那麼這個世界就會被壞人掌控 例如像我們的萬年眾議員主席 Nancy Pelosi 他說在北京的運動員們 不要鬧喔 在中國的時候 閉上你的嘴 我會說 你們在抗議 你還在挑戰 你還在挑戰 不要擔心 吵嚇 情的怒氣 因為他們 是毋不敵 我知道 有些人的誇張 可以說 至少 他們在那裡 我尊重 但我也怕 什麼 可以做 WOW,Nancy Pelosi 好在乎这些运动员的安全喔 为了你的安全,不要说中国的坏话喔 说真的,某层面上我是很支持你的看法的 但是,为了你的安全,请不要说中国的坏话 有人相信Nancy Pelosi 跟民主党那群人 是因为运动员的安全才不敢批评中国的吗? 事实上就是,整个民主党跟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是非常非常密切,非常非常紧密的 某层面上来讲,整个美国其实都跟中国共产党缠在一起 中国掌控几乎我们所有的国债 我们几乎所有的商品都是Made in China 我们最大的出口国也是中国 我们最大的进口国也是中国 而且他们掌控了我们的政治人物 共产党就是这个样子做的 他们就是要掌控你的国家的政治人物 不只是民主党,很多共和党的政客也都在里面 中国的影响力过去这十年大幅的增长 这就是为什么之前川普说要有一个公平的贸易关系 民主党会这么害怕,开始大幅的抹黑川普 拿钱的人手短 你就知道哪一个党是在跟国外拿钱 然后来压迫自己的人民了 但这一切他们都会说就是为了你好 为了你的安全 所以你必须要闭上你的嘴 你可以想像当时NFL那些橄榄球员 那些NBA的那些篮球员 在升旗然后唱国歌的时候跪下吗? 然后没事在推特上面说 美国是种族歧视的东西 Nancy Pelosi 会怎么说? Nancy Pelosi 会说 哇!好棒喔! 你们是在为人权发声耶! 你们好勇敢喔! 对! 你们这些人有这些才能 就是应该要去做这件事情 不要怕! 因为他的权力跟势力是中国给的 所以他才会不敢对中国共产党有任何的批评 而且毕恭毕敬的 那些人因为美国的新条期下跪的时候 他要说站起来! 尊敬你的国家! 你的国家没有欠你! 你们这些百万富翁! 亿万富翁! 千万富翁! 你们要感谢这个国家给你们 有自由的机会! 让你们自由的发挥! 但是他跟民主党没有! 他们也跟着一起下跪了! 而且还带着那个种族歧视 那个slave owner 那个围巾! 我们贬低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代表自由的美国新条期 但是却对代表着压迫 代表着无神论 代表着控制 代表着奴役的 习近平的五星红旗毕恭毕敬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上瘾了! 跟刚刚一开始提到的政策一样 中国政府给了他们太好的甜头 没有人制止他们 在美国加州这个地方的投票人 继续给他们机会来剥夺我们的权利 让他们可以继续的为所欲为 而且不用负任何的责任 他们可以拿着你的钱 发三千万的骨科茧的吸毒管给别人 让更多的人可以变得跟他们一样 上瘾! 无法自拔! 最后失去自我 当个坏人的走狗! 当撒旦的奴役! 或许你跟我一样 从小就对毒品其实没什么兴趣 不过我还蛮爱喝酒的啊 我们的生命中充满着不同的 想要控制我们的东西 而且别人可以利用这些东西来控制我们 他们会跟你说 其实你是个受害者 其实你是不自由的 如果真的是自由的话 你就不需要跟随这些基本规定啊 你如果真的是自由的话 你就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 来!这里是一个免费的吸毒管 有了这个再加上免费的吸毒所 你就可以自由了 免费的、安全的做自己 这里是免费的钱 是我们透过政府、民主的、合法的 从大公司那边偷来的 你现在就可以依靠政府 当个自由的人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继续关注AI NEWS 大家好 我是大LLA神奇快讯主播Danny 以下为大家播报一则社区活动消息 老友伙伴们 敬祝大家新年蒙福 我是周一方牧师 今天我在这里要向大家报告的是 神奇春晚迎家节 网上和亲友们一同观赏 内容报告有 虚拟剧场 虚拟剧场 原创新歌 成是云当成松的 他并没有退缺我得到 我感谢你 主天诉说你的荣耀 感谢有你 感谢生生不息的生命 人都安然有佛能 因为他们被梦连续 仿真人物 大家好 我是核桃市的市长秦郑国 我是王维中牧师 大家好 我是刘萨伦 大家好 我是歌手音乐制作人香海 AVATAR 动感进舞 放下手里忙不完的事情啊 尽心尽心尽一尽力爱住我的身 因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教会团体或是公司行号 一同共襄盛举哦 祝大家佳节愉快